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我是孙孙老师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换弦的问题 咱们知道小提琴啊这个右手的技术 无非就是两个两个动作下一个是横向的运动 一个是这个可以成为这个纵向的这个平面的变化 咱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个换弦 换弦分为很多种 有这个两根弦之间的换弦 有三根弦之间的换弦 也有这种中间离了一根弦的这种大换弦 我们看到从接线到A0这个跨度是比较大的 今天我们来先就讲一讲这个难度比较大的这个大换弦 有什么样的练习和这个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咱们知道小提琴演奏啊就是有分为很多个平面 四根弦有不同的平面 一根弦是一个平面 在我们练习这个大换弦的时候啊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它这个平面的掌握和变化 比如说四个弦 四弦的平面到二弦的平面 中间的这个运动 咱们举一个实力吧 这里推荐大换弦呢推荐大家一首这个练习曲 是马扎斯的第十一颗 这是一首非常好的练习大换弦的这么一颗练习曲 我们看这个谱子啊 咱们拿了一首练习曲 分析它这些练习曲是一个怎么样写的 这首练习曲我们应该练习什么内容 这首练习曲的最上面写的一个from middle to point 就是从我们这个中弓到弓间的这一段距离来演奏 来练习这个练习曲 节奏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疑问 只有八分音符 八分音符的这个叠加 再看看它的这个音程的关系 可以看到这个跳跃是比较大的 跳跃是比较大的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音 比如说前一小节 这四个音 这四个音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每一个音都在做一个非常大幅度的换弦 并且咱们这个整首练习曲 它是一个带点 并且带这个重音记号的这么一个写法 所以我们在演奏这首练习曲的时候 我们就要给它总结 这首练习曲是跨度大练习大幻弦 并且带点带中音 可以练习我们这个顿弓 或者说是这个重断弓的这么一个弓法 顿弓要怎么练呢 教大家一个方法 先练空弦 找右手这个感觉 右手怎么找这个感觉呢 把右手放到弦上 把右手的这个重量放到弦上之后呢 我们轻轻的上下挪动一下 挪动一下弓子 做一个像摇一根柱子 摇一根柱子 或者摇一个什么东西的感觉 如果这个弦可以勾住我们的琴弦 我们的琴头在这个时候 注意看是跟着弓子 我们手的力量在发生变化的 我的手是前后再给它施加一定的压力 如果可以发生变化的话 说明要勾住了 说明把这个弦很好的勾住了 但当然也不要勾 拉得太死 也不能压过于死 就是正好可以勾住弦的这么一个力量 大家需要自己去感觉一下 勾住弦之后 开弓 勾住弦之后 开弓 之后再拉第二个弦 只拉弓弦不按他的手指 勾住弦 开弓 这是要注意的第一个练弦 这个顿弓的这个点 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大换弦的这个 这个换弦步骤 我们在拉大换弦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这种 会遇到这么中间有杂音 或换弦当中 这个声音不干净 两分之音之间 总是有杂音的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如何练习呢 开始我们就把它放慢 每个音每个音 拉发号每个音 停下 换弦 换到二弦 找到这个平面之后 开弓 停下 换弦 把弓子完全停在弦上 换弦 这样来练习这么一个换弦的步骤 大家记住永远是要先把这个音 拉完之后 再进行我们的换弦动作 很多同学经常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 当这个弓子还在运动 还在上一个音运动的时候 就慌忙的开始换弦 所以会有这种杂音或者换弦不干净的情况 今天这节课呢 和大家分享了一个 关于这个大换弦的这么一个小技巧 和在这个练习曲当中如何去练习它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练习有更方面的疑问的话 欢迎扫我们的二维码SKY音乐分享 那里由我和其他作品上运动的老师呢 定期的分享一些干货 和一些我们自己的研究的资料 非常优质的内容 也欢迎扫我们的课程顾问的微信 来获得和我的一对一的免费的体验课 最后希望大家多多的点赞投币关注并且评论 我是SKY的森森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